第128章 一个好人 我想都想不到在这里 可以撞到牛小玉 更加想不到 他会这样讲话 在我印象之中 白富美和女神 这些字眼 愿被盗唱剑击 更加有具攻击性 绝对不是我这些吊丝 可以接近 主要是 女仔一同这两个字 有关系的话 一般都是眼高过顶 或者是嬌中拔户 就算是心底好些 都会比较健忘 一般来说 他们经常认为 人家对自己好是天经地义 不过牛小玉 很显然是一个例外 在场的人里面 苏默如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渊源 女同彬笑呵呵地对着杨展华 看来我们多虑了 牛小玉问我 那两位是你的朋友啊 我点一点的头 然后顺便便走弯一点 我应该尽量远离牛崩泰 他一走过来可能会扎死我都行 就算是杨展这麽高大威猛 成米百多这麽高 但是在他身边走远离 就好像小朋友那样 那何风呢 难怪我看不得到牛小玉 他这样的身材 就算是一个班的牛小玉 站在牛崩泰的后面 绝对就是遮得住了 我们现在开始有点明白 为何昨天他派他手下去 而不是自己去救女儿 你别说越野车 就算是吊车的底底 他都捐不进去 对不对 牛小玉说 强仔我请你吃饭 我看一看手机上的时间 愁眉苦面的说 我刚才吃饱了 你不用这样的 这麽形式化做什麽 你不用特地多谢我的 我这些建议勇为的勇士都算不上 最多是叫做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那些 牛小玉笑着说 那城门都要跟鱼道个协卦 他这麽坚持 我又没什麽好说 我就问呂洞斌 你们一不一起去 呂洞斌笑得好坏 他说 人家姑娘仔要报恩 我们跟着去做什麽呢 你放心地跟着过去 一会儿我们自己回家就是了 旁边的牛斌泰 就用防策的眼神望了我一眼 丁足牛小玉说 你早点回家 尋来的事再来一次的话 我就顶不住了 真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英仔 你到底想要些什麽 我牛斌泰是不可以白白欠人的人情的 不过我又跟你说一声 不要太贪心 有时候适可而止 才可以全身而退 野心太大 可能会遭殃的 牛小玉听到他老爸这样说 有点不开心 他说 咦 这么啰嗦的你 你就可不可以不用生意场上那套 跟所有人说话呢 牛斌泰很正经地跟他女儿说 我不是就为你好吗 牛小玉忽然之间扯着我一只手说 强仔 我们快点走 被他扯了十多米那么远 我看回头 才见到牛斌泰在他跳跳扎 但是又不敢追过来 牛小玉笑到嘀嘀声 我心里头觉得哭笑不得 这个姑娘仔真是够跳脾啊 不过好显然 牛斌泰是确实好众她的女儿啊 透出了众人的视线之外 牛小玉就放慢了脚步 他问我 那你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我说 反正是刚刚吃了饭 哦 那我们随便逛逛逛逛逛逛 我们慢慢地在公园那里走 一时之间又没有东西好说 不过觉得有点尴尬 谁说怎么说呢 真正的老鸣呢 就算不说话都不会尴尬 我和牛小玉虽然是第二次见面 但是属于生死之交 前面是一个士多 牛小玉说 不如我们去那边坐下 咦 你认识什么呀 你们这些有钱人 这么喜欢来这些地方 我表示很惊奇 因为这里是一个老式的士多 露天在一个树林仔上面 那些汽水喝料都比较平常 比较便宜 好一点的五六元一枝 差一点的个半仁一瓶 这些老式的士多 以前是常见 这几年漸漸就昔眉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这些士多的生意 就慢慢进入了低潮 可能过多几个月 他们都不做生意 牛小玉一边坐在矮椅上面 一边很不满意地说 做什么蛇家哥 你们有钱人了 这顶帽给我 有钱人就不饮 他们也不吃了吗 我嘻嘻一笑 哈哈哈哈 确实有些家庭环境 不错的姑娘仔 真是喜欢去那些 装乱差的地方那里 演示自己低调乖巧 这样的姑娘仔 比传统的白富美更加拿人命 属于升级版的绿茶标 我毕竟跟牛小玉都不是很熟 也都不知道他心底里面想怎样 士多老世 是一个白无聊赖的老伯 一点都没有固守 传统文化老爷爷的慈爱无范 有气无力地说 两位想喝些什么 牛小玉点了一瓶两蚊鸡的白领 我点了一瓶两蚊鸡的沙士 两支饮料上来 牛小玉就问 有些什么吃的吗 哦 有茶叶蛋 牛小玉的头过来问我 你吃不吃啊 不吃了 我很好笑地说 哼 看来你真的要彻底体验一次 民间的生活 牛小玉挖了我一眼 然后跟老伯说 我要两个啊 而下另转身和我说 那你以为有钱人都吃什么啊 我笑着摆一摆一手 哈哈 你可能是那些比较铁近百姓的有钱人吧 不单只喜欢吃油炸鬼 还要喜欢喝白领 牛小玉忍不住 掩着他嘴笑 哼 你把嘴啊 够了毒辣了 我忽然之间发现 好像受到天界弯弯的影响 我想 我这些吐槽分明是他的口气 那个士多老板 用膠袋 塗了两个茶叶蛋上来 牛小玉隔着袋 敲开蛋壳 麻利剝蛋 在他嘴仔里咬了一小口 然后皱着眉头停下不吃了 我即时说 嘿嘿嘿 有钱人消化不了了吧 牛小玉把茶叶蛋送到我嘴边 你自己试一口 又问我怎么办 但是牛小玉很执着地对着过来 没办法了 我咬一口 然后我立刻明白他为什么皱着眉头 就知道了 因为那个茶叶蛋 又苦又咸 又有一股酥味 我吐了在桌面 大声地叫 喂喂喂老板老板 你只鸡蛋熟的 那个老板尼远瞇了我一眼 简单地说 不退 我和牛小玉相视而笑 牛小玉说 我做不到没吃饭的 我好诧意地说 蛤? 为什么? 我不想和我爸爸一起去应酬 想着后来 偷偷地出来吃大餐 没想到会碰到你 我一拍头到顶 哎呀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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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着自己 想不到一个 新家过予的姐姐仔 还没吃饭的 我转转问老板 喂老板 你这儿除了茶叶蛋 还有没有其他吃的东西 你这个老板翻一翻白眼 他说 吃麵呢 我问牛小玉 即食麵行不行 牛小玉笑着说 不吃饭 又没有营养又肥 我们这艇有钱人 好讲究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哈哈哈哈 误会 误会 不如我们要换个地方 牛小玉说 牛小玉说 算了 这个中素都没什么好吃的了 再等下先了 唉 我连累了你 我看一看他的气息 然后问他 昨天你没什么受刺激吧 牛小玉摇一摇头 两只手拿着那支汽水 幸好有你 我即时摆手 哎呀我真的没做什么的 如果不是后面那只 是那只毛毛人呢 我们两个都要玩完的了 牛小玉说 不对 我们在草堆的时候 你明明是有机会走得掉的 你怎么回来救我呢 我 我就不会出声 其实这个问题呢 我后来也有想过 当时起码 我有一半以上的逃生的机会 只要我捐到草丛里面 江头劫匪和麻官 就不会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大肺周折 但是 说我一回去的话 就直接死路一条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 不可以等那么漂亮 那么年轻的姑娘仔 死在那里 我所做的也是本能反应 如果有充裕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真的要想清后果 而且 无以一个类似的环境 等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可能 真的会逃跑 说到尾 人性是非常之复杂 作为书面命题 的回答是绝对无意义的 说不是 选择走路的人 会义无反顾地冲回去 说不是 选择做英雄救美的人 到最后 得比谁都更快 哎 一句说完 查识我当时 是属于头脑肺的那种 你这个念头 在我心里面转了几个圈 我决定不可以 说真话给他听 就故作深沉地说 或者 我是一个好人吧 刘小玥一针见血地说 你就算走了 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坏人 我嘻嘻一笑 哈哈 那我就实话实说 呃 当时我是冲动了 都没有来得及想 牛小玥依然一笑 这样说你 你更加是铁板钉上钉的好人了 想都不想 就去救人 我有点试探地问 你就不问下我 如果再是这样的情况 会怎样选择吗 牛小玥好认真地说 问这个问题太过分了 不管你是选什么 都是你自己的权利 没杀不得到你曾经救过我的事实 下次 我真是说下次 就算你走了 我也要领你的情 方且 牛小玥好温柔地说 我觉得你不会这样做 绑到这里 牛小玥的面色一红 哇 怕怕臭手似的 哇 好漂亮啊 我一拍大腿 哎 我知道了 我救你是因为你够漂亮 牛小玥笑着说 你知道你这样说 我是不会生气的 不过这个好人顶帽呢 你就撕不脱的了 我吓吓一笑 偷偷地切上一下 假如当时被绑的是 刘小玥 而且我不认识他的情况下 我会不会救人呢 后来的李子告诉我 就凭江头那班人的胆量 他们应该不敢绑刘小玥吧 哇 牛小玥举一瓶白领 好调皮地跟我说 来 英雄 小女子以汽水代酒 敬你一瓶 我都举一瓶沙士 好 我们就干了一瓶汽水 下集内容更精彩 敬请期待 第129章 中餐 牛小玥听到我这样说 笑到卡卡声 他说 你这个人啊 那么喜欢乱说二十四 他停了一会儿 然后说 不过幸运就是因为这样 我多谢你的一半 是因为你救过我的命 另外一半呢 就是你懂得乱说二十四 如果昨天没了你的话 我就算不死也恐怕会留下后遗症 我嘻嘻一笑 哈哈 乱说二十四 就是我的职业 有时候我嘴不收 你别当真 牛小玥说 你是分庆主持来的吗 我是网络写手 就是写网络小说的 哎呀 是啊 这几天乱七八糟的事这么多 我的小说很久都没有更新过了 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写的是什么呀 我老婆是精子 牛小玥的肩头震了一下 不是吧 是不是恐怖小说来的 一看你就知道你没有经验了 叫得到这样的名字 自然就不可能是恐怖小说了 是搞笑的 牛小玥掩出自己台手机出来 我上去搜一下 嗯 龙鹅天主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哈哈 是我的笔名来的 牛小玥举他的手试我不要出声 他开始专心自智的一页一页看 看下看下突然忍不住笑起身 哈哈 第一张好搞笑啊 你怎么想出来的 哈哈 作为一个网络写手 我经常都被人问这个问题 不过大部分时间 对方都没看过你的书 他们只不过是对于这种职业的好奇而议 或者是纯粹为了找话题来说 除了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之外 还有附带 你是不是每天每天都写的 或者是作家很喜欢捱野的 或者是你的灵感在哪里 这些问题 不过牛小玥显然就不是这些女型 嘿嘿 这个时候我个虚荣心都不知得到多少个满足 我说 呃 暖黑24的 我们做写手的 只不过是虚扣一个 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出现的世界 让读者去体验一下 说得不好听的 就是请君入众 牛小玥笑了 哈哈哈哈 作家说话 真是精辟的 我炸戒衣看一口气 唉 你就是记恨我 我常常说你是有钱人 才这样验我 牛小玥又摆摆手 没说话 我看到小小强被精子塞在厕所里面 说完之后 他就动都不动在看手机 我在旁边很无聊 我们两个的沙士和白领已经喝光了 牛小玥收起手机的时候 他说 我回家再看吧 精子呀 好可爱呀 啊 是啦 我们现在去哪里 我看一看你现在有天色 哈 你不是饿了吗 你现在你刚请我吃饭 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地 在这个士多仔里坐了整个下午 太阳公公都准备下山 牛小玥在矮凳那里站起身 他说 想吃什么呀 嗯 吃点正经一点的东西 热辣辣的 饱肚一点的 其实我发现我现在都饿了 中午的时候 吃日本料理 那些东西已经消化得无影无踪 都不知是不是我点菜 点得不够好 中午过餐饭 齐哇哇就是齐哇哇了 但是真正好吃的 等人印象深刻的 似乎有没有 牛小玥说 想吃正经的 那就是应该吃中餐啦 哦 嘿 你说炒菜的那些就可以了 牛小玥笑一笑 她说 我知道有个地方 还挺不错的 行吧 我们一起来到停车一场 不弱而同地掩出了自己的锁匙 我的锁匙固然就是货真价实的锁匙啦 牛小玥按了手里面的电子锁匙之后 我台奥托旁 我台奥母扒威的奥迪 就闪了一下 嘻嘻 我们两个台车还坐着呢 牛小玉疾了一下 她说 那开哪个台车啊 我咬个头 嘿嘿 为了照顾我的自尊心 开你的啦 牛小玉笑一笑 上车啦 我入了她的副驾驶 四周围望了一会儿 这一台是全新的奥迪A4 车色中规中矩 还带着新车的气味 牛小玉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 把车里面搞到色彩斑斓 或者十分之可爱那样 我就问她 这台车以前不是来开的吗 牛小玉说 嗯 自从昨天那件事之后 我爸就要我开一些低调点的车咯 我暗暗地伸一伸的舌头 很小声地说 哎呦 买恶的有钱人啊 他们竟然认为开奥迪就是低调的意思 看一看我台奥托 真是人比人比死人啊 牛小玉后开了大半个小时之后 台车就停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饭店门口 他问我 以前你来过这里没有? 是呀 我下车看一看上面的招牌 招牌那一树 刻然写着四个带子 牛市私房菜 我忍不住问 诶 这个 是你们家的连锁店吗? 真的没有来过 要说别人牛崩泰的饭店 虽然全国各地都有 但在我们这个城市只有一家 而且它超出了我的活动的背景 所以只听说过 那时候客套客说我请你吃牛市私房菜 不过来就真的是第一次了 牛小玉嘟嘟嘟嘟的嘴说 嗯 你一点都不支持我爸爸的生意 你爸爸都没有订阅我的书呢 我们两个随口说就走进这个饭店里面 这里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低调而奢华 在大厅的屋顶那里 房柱那里 地板那里 桌布那里都可以看到经营者 是非常之注重细节 装饰的风格 没有刻意的中式化 不过 处处透露着精致和柔和 反而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算坐在这里 写一碗华蜂面 我都会保持心情愉悦 牛市餐厅的另一个大特色 几乎是所有服务员都是男的 个个文质彬彬 有条有理 他们个个就好像蝙蝠盒的管家集中训练过 接待我们两个那个伴侣 问明我们的人数之后 带着我们穿过大厅 来了一个临窗的安静的角落 递了个菜单过来 然后他说 两位请点餐 牛小雨一点都不见外 将个菜单拿过来 都没翻页 直接就说 先来一个汽锅鸡 然后一盘青炒烟菜 再加春卷一份 这个waiter眼神里面 流露出赞叹的神色 他点了点头 他说 好的 牛小雨等他走了之后 小小声跟我说 我刚才点的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我也小小声跟他说 啊 这里的人不认得你吗 牛小雨鬼鬼骂骂地对他 还眨一眨眼 我立刻反应过来 哈哈 牛市餐厅这么多 未必每个市姓生都认得他们的大小姐 最主要的就是 牛小雨都未必经常来 来光顾自己家的生意 后来 牛小雨又点了两个菜 一个汤 然后把菜单还回给一个市姓生 我看了一下上面的架木 有点触目惊心 这里普通的一个炒菜 都在外面吃一碟海鲜 菜上来之后 我就更加佩服牛小雨的点菜功力 债的素的色调协调 而且涵盖了很多烹饪的方法 难怪刚才牛小雨叫这里 叫做中餐 的确不是炒菜的炒字 可以形容得完 当然 还要价值不菲 我初初的手跟他说 哈哈 看在这一餐饭 是你非请不可的 那我将就下先 下次不可以这么铺张 下次啊 下次啊 请你请我吗 我们两个又说又笑 同时就拿起了筷子 但是 我的电话突然就响 我望了眼之后 直到面色大便 帝家了 牛小雨问 做什么啊 我做了个手势叫他不要出声 然后他身又缩在一边 哈哈 哈哈 爸爸 我爸爸用隔壁都听得到的声音 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你还没等你阿爷见你的拖子啊 不是说明天去看吗 我看你的臭小子 是不是有意儿瞒着我们啊 你是不是和老奶分手啊 牛小雨拿着个筷子 好迟疑地看着我 我小声地说 什么忙 那些这样的事 明天一定去啊 明天你阿爷 再打电话被我追你的话呢 你就知死 然后 这位火爆的老人家 就生气爆爆地吸了电话 我有点尴尬地对着牛小雨笑一笑 牛小雨说 我不是想偷听你的电话的 不过你的女朋友是叫劳拉啊 我吞了一口气 唉 你都不用八卦了 人家劳拉是不喜欢男孩的 我们两个教训骗各自的父母而已 牛小雨下意识碰着他嘴 你 我立刻解释 我不是啊 我喜欢女人的 下集内容更精彩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